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日焰堂在9月13号召开了新一期的直面会 这次最重要的消息就是塞尔达传说《矿影之期》的续作 正式定名为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这次的播片依旧没有比较多的游戏内容演示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冒险维度已经拓展到了高空之中 终于这款万众期待的游戏给出了准确的发展时间 运离5月12号,大的终于要来了 火玩的系列新作《火焰文章》Engage 也在直面会的一开场就得到公开 本作的舞台为四个王国和一个圣地的世界 艾雷欧斯大陆 1000年前,人类与邪龙之间发生了战争 经历长久的战争后,最终人类将邪龙封印了起来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封印的力量逐渐衰弱 世界开始呈现邪龙复活的征兆 我们的主角能够唤醒沉住在戒指中的异界英雄文章士 来一同作战,便能协助文章士的力量提升能力值 从而运用各种强大的能力 当主角和文章士进行结合以后 还能释放威力强劲的必杀技 这款游戏将在明年1月20号发售 曾于去年TGA上摘得年度游戏桂冠的双人成形 也来到了Switch平台 游戏讲述了一对感情破裂即将走向离婚的夫妻 因一场意外事件困在了女儿的玩偶娃娃里 为了回到女儿身边,她们不得不一起克服挑战 同时挽救她们破裂的关系 这款玩法设计相当出色 讲求双人配合的游戏将在今年11月4号发售 并于12月8号推出实体版 强烈推荐给有双人游戏需求的玩家 难度颇高的高分功夫动作游戏师傅也将登陆 本作讲述了未复报仇迎战恶人的故事 主角叫以一敌百,没有朋友可以依靠 面前只有数不清的敌人 他只能依赖自己对功夫的独特掌控 和一个神秘的吊坠来获得胜利 本作将在11月9号来到Switch平台 由SE带来的《八方旅人2》首次公开 从这次的播片来看 依旧是系列独具风味的HD2D画风 也是希望这次能在前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一下主角之间的互动和故事连接 这款GWG游戏将在明年2月24号发售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牧场勿于美妙人生的重制版》 将于明年1月26号登陆Switch 原作最早于2003年推出 我们将来到一个被成为遗忘之谷的古老牧场 开启自己的生活 依旧是略显百烂的画质 回到这次玩家还会买账吗 《打怪众田》两不误的符文工厂3 特别版将于2023年登陆Switch 游戏将在2009年原作的基础上 为新一代玩家呈现 同时官方也表示 该系列的新作也在开发中 请玩家期待未来进一步的公告 《莱莎的炼金攻防3》 将在明年2月24号发售 官方宣布近期将会带来 《炼金攻防》系列的25周年纪念节目 届时也会公布游戏的更多内容演示 在这次直面会上 《公本贸易》出来公布了《皮克敏4》的消息 不过这次更多的也只是提了一嘴 展示了一下logo 这款游戏将于2023年推出 喜欢系列前作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 年货游戏《武力全开2023》 也公布了最新预告 这次我们可以从好友名单中 邀请另外5名玩家组队一同游玩 本作将在今年11月2号发售 追求年年都体验新作的系列粉丝 和新入控玩家可以留意一下 《星之卡比V豪华版》 将在明年2月24号发售 这款游戏的原作在2011年推出 而这次除了利剑和鞭子 等为人熟悉的复制能力 还有全新的装甲登场 包括了各种强力招式 诸如远距离的加农炮和近距离的拳击 同时本作最多支持四人游玩 在此基础上还新增了各种丰富多样的小游戏 恐怖游戏《零月时的假面》 将于2023年登陆Switch 本作是零系列第四款作品 由热天堂未独占 这次是该游戏首次高清化 并支持中文 同时本作也会带来全新的拍照模式和服装 《异渡神剑3》的第二弹TLC 也将在11月13号推出 包括了新英雄伊诺 另外还有主角团的泳装等全新内容 Nintendo Switch运动的免费更新第二弹 将于今年冬季推送 这次该作最佳的高尔夫项目 《健身拳击北斗神拳》首次公开 在本作中 拳四郎和他的宿敌将化身教练 指导玩家领会拳击的魅力 这款游戏将于今年12月22号发售 下面是被戏称为胡尔达的动作冒险游戏TUNING 在本作中 我们将扮演一只小狐狸 在一片失落的土地上探索解密 并同时面对强大的野兽 收集奇怪的物品 揭开成分已久的秘密 这款游戏将在9月27号发售 接下来是由弹丸论破创作者带来的 超侦探事件部《物与迷宫》 游戏主打暗黑幻想风格推理玩法 在本作中 我们将扮演在乌托邦设定中的侦探 面临棘手的困境并找出真相 这款游戏将于明年登陆Switch 那么好的 我们今天这一期关于直面会的介绍视频 调游先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妨给我点个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